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风暴 充满浓浓怀旧风 成功转变为旧建筑 融入充满活力的文创产业基地 由于临近秦美术馆 律元道 客博馆和国立美术馆等 是足以形成产业群聚之效 因此吸引许多游客来此拍照 在老建筑群的巷弄间 两旁都是满满的手工创意用品摊位 除了可爱的手工小屋之外 也有许多创意生活用品 当然 神祭新村在这里 进驻了不少甜品 冰品 咖啡 餐厅等店家 使得园区更为完善 让造访的人都能在此享受悠闲的时光 老建筑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志 是城市有温度的记忆 多加小旭说过 他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开始回忆自己过去的小镇 小城市 小乡村 甚至是大都会 他们到底留给我们什么记忆 然而 神祭新村差一点就要被都市更新计划给推倒 被都市丛林吞没 庆幸的是 有一群人站出来维护老台中的地景 所以神祭新村被保留了下来 并且成为文创小店的聚落 在神祭新村的规划里 一楼四店面 奥隆准备开发为国际青年旅馆 相信在眷村记忆即将走入历史的年代 可以住在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老房子里 与两房子对话 或者只是单纯的坐在窗边 坐在木栈道上 去想象50年前曾经有那么一个人 在这里度过悠闲又零碎的小日子 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连接二楼空间的木栈道 是神祭新村的一个特色 在它的安排下 木栈道连接各个老房 为了保留黑板树 甚至在木栈道上挖了一个洞 好让树干通过等等与大自然共同生存的小细节 都足以让人对它产生好感 根源泊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铝盒泡芙之家 外头店家放置了两顶泡芙帽 旁边放了几尊头顶着泡芙的魔爱石像 提供民众拍照、打卡 当然不能错过他们的人气商品 泡芙 一颗颗爆浆的泡芙 CP值超高 油、巧克力及卡斯达两种口味 它的外皮酥脆 咬下去还有脆脆的声响 内线奶油、溶郁、滑顺 咬下去还会爆开在嘴里 甜而不腻 看似小小的店家 却为神迹新春带来不少的商机和游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芙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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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